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咱们进行山叶插画的第九节课 常用的绘画技法,光影 光影素描也叫全音速素描,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明暗素描 如果大家小时候有学过画的话,或者是有这样的绘画基础 一定对这样的素描不会陌生 光影素描它也是明暗造型的素描,和结构素描是相对的一种素描表现形式 是把对物体在光线作用下的所有因素都描绘出来的素描 如天光、灯光、物体之间的反光等 这个是一个定义,然后咱们根据定义进行详细的解释 首先光影素描它就像这个图里所写的这样,或者是它所展现的这样 这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球体 所以说当灯光打上去以后,它一定会有明暗的变化 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光影素描 首先光影素描它对咱们插画来说,那就是非常的重要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光影素描 它中间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这些点 左边这个就是结构素描,右边这个就是光影素描 结构素描呢,它是表现对象内在的结构比例 它是一个比较基础,或者是说它是就像人的骨骼一样 首先你得有骨骼,对吧 所以说你才能够在这个光影的基础上显得是特别的立体 或者特别的有整体感 但如果你的这个结构都不准的话 比如说咱就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霍金,霍金先生是吧 他一直摊在轮椅上 就是说他这个造型不太好看 你就是在外面怎么样的去装扮他 他都是不是特别的那些美观 所以说咱们这边的结构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股价 然后光影素描呢,就是更多的表现在画面的空间 以及对对象的表面质感的一个描绘 所以说左边这个结构它就是比较枯燥单调一些 右边的这个光影素描它就显得更有血有肉一些 或者是它能够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光影素描其实它的起源咱们应该追溯到文艺复兴 或者更早以前人们对这些油画的探索 油画它是关于色彩的这样的一个绘画形式 首先无论是什么样的颜色附着在这个画面上 或者是形体上,它首先结构得对对吧 就像左边这个画面 这其实就是中间提炼出来的一个画家 当时为了画这个素描所做的这个小稿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肌肉是吧 然后明暗,然后包括它的形体都进行了特别详细的描绘 所以说再把它加到这个画面中的时候 这个只不过就是把这个黑白关系换成了彩色 所以说咱们的光影素描就是来表现形体和对周围环境这样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它的这个投影是吧 然后它的反光或者是其他更多的一些可以展示空间的这种形态 首先咱们先对光影素描进行一系列的剖析 光影素描首先就是光和影 光和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以这幅图为例 这为什么这么亮呢 首先它肯定是有一个光打在这里 这个手然后它就像人一样是吧 你中午站在太阳底下一定会有自己的影子 这个就是光源跟头体 然后第二个就是形和体 就是形状跟体积 比如说这个羊它有这个羊角对吧 它是弯的 这个就是它的形状 羊角的形状就是这样的弯的 体积是什么呢 你要表现出来这个羊角它其实有很多个面 是吧这是正面这是侧面转过来以后是吧 它也感觉很立体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体积 这样的都是要通过光影关系把它区别开 第三个就是咱们的明暗关系 明暗关系用这个人像素描来解释就是画面中的深浅对比关系 在人像之中它最深的一定是头发 没有比头发或者眼球是吧 这样的固有色更黑的地方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深最深的地方 然后包括你说肉肉色是吧 包括嘴唇 这都是非常浅的地方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对比和明暗 是吧 包括脸的正面跟脸的侧面是吧 光打过来以后就像那圆柱体一样 它有一个转折 所以说在在这个转折的另一侧 它就是发暗的 然后在光的正面 它就是发亮的 这个是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些小对比 明暗的小对比 但是大对比就是整个的一个头发呀 是吧 跟肉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首先咱们如果看待一个素描 怎么去区别它其中这些色彩或者是它的素描关系 对吧 比如说这个左边这张画就是咱们的实体照片 咱们要画它 对吧 然后如果学会美术同学都知道 你眯起眼睛看的话 它的具体的细节 比如说像这些小水滴呀 是吧 还是说它上面的螺纹都会 去都会发生这个变化 就是像这样一样 就会特别模糊 但模糊的 优点就是在于它周围的这些 这些明暗关系就特别的明显了 它会忽略这些细节 而是把首先这些光的东西呈现出来 以这个物件为例是吧 它这些细节都没了 它就会显示这是高光 这是其次啊 这是最深的地方 这也是最深的地方 这样的体积感特别明确 咱们画下来的话 也不会因为抠上面这些小细节 而忽视整个的一个光影关系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就是 无论它是像这个色彩一样 还是怎么样 它最后转换成黑白的是吧 它都会呈现出来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明暗关系来 这样的话明暗关系有的话 它画起来画它节奏感 或者它的可读性 或者可观性是吧 它的趣味也就比较好了 如果只是 就是比如说它没有深浅变化 或者是它没有剖析的很到位的话 这个它素描或者它的色彩 都会显得比较乏味一些 就像干米饭一样是吧 就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其次咱们讲一下 素描里面的三大面 三大面主要都是有哪些 就是黑白灰 就是咱们的三大面 以这个黑色就是最暗的地方 像头一面就一线跟固有色 白就是最亮的地方 灰就是过度颜色 比如说这个画面里面 黑就是这个衬布 对吧 这个黑色衬布 跟这些苹果头的头影 这都是黑最黑的地方 然后包括最白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高光光从这面来嘛 对吧 然后这些果子的正面 是吧 果子的正面 包括这衬布 它都是最亮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就是白 灰呢就是过度颜色 比如说这个整个颜色 你看下来最白就衬布 最黑就是这黑衬布 对吧 其实像这个果子 它都属于比较白的 比较灰的一些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只看局部的话 这些这些灰灰的东西里面 它又会分成比较亮的地方 跟比较黑的地方 所以灰它是针对整个的一个画面的一个节奏 这整个果子它就属于比较灰的地方 然后衬布 白衬布是特别亮 黑衬布就特别黑 然后刚才讲过三大面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五大调子 五大调子主要分成什么呢 高光亮面面交接线跟反光头一等 这个该怎么理解就是 比如说光是吧 光一看这个是最亮的地方 光肯定从这面来 从左上角来 从打到这以后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最亮的地方 然后它的亮面呢 就是稍微灰一点的 就刚才那黑白灰的 稍微灰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亮面 它为什么成为亮面呢 就像地球一样对吧 你只要是在黄昏 没有进入黑暗以前 对吧 只要是亮的 它都属于亮面 所以说你看通过明岸交接线 顾名思义 就是它是从明到暗的这么一个转折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明岸交接线 它是最深的地方 然后就是咱们的反光 反光是反光衬布的颜色 这是反光 为什么说明岸交接线最深呢 因为它反光都反的差不多了 是吧 都把它给虚化了 所以说只有明岸交接线的地方 它会不会被这个反光反到 所以说另外就是投影 投影就是这一圈 同样就是光打过来以后 投影它所呈现的这个地方 包括不同的形状 它的这样的高光亮面 明岸交接线反光投影 它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像方形 它明岸交接线就特别的明确 就是方形对吧 这个就是明岸交接线 这一个正面 然后就刚才就过去了 就是一个大侧面 是吧 这样的 包括这个圆柱体 它可能像这个圆球形一样 可能这个明岸交接线 可能会更柔和一些 为什么要进行几何体的写声 刚才咱们看到的 因为它特别的简单 结构也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体现造型最本质的东西 它上没有任何装饰是吧 不像一个杯子或什么 你会经常受上面花纹的影响 但是它就会表现的特别的 就是原始 如果咱们进行写声的话 应该注意哪些 比如说看到这幅 这个照片是吧 咱们要画了 首先要确定构图跟大的方位 对吧 然后进行它的这样的一个描绘 然后开始以最暗的地方 这个就是最暗的地方 跟投影 从最暗的地方入手 然后开始主次分明 是吧 开始形体塑造 上面一些灰的 底下一些黑的 然后包括白的 背景的一些最深的地方 都是都开始加强 然后包括它整体的 这些细腻感的东西 包括反光也该有了 是吧 顶部的反光也有了 包括这一面的立体感也有了 布置也有了 然后咱们说一下固有色 其实它可以分成12个层级 你如果能把固有色 分得特别细的话 你就会画出特别层 特别多的地方 是吧 就像就层层深入 像这个猫咪一样 是吧 就是它从最亮到最暗 全部都有 这样的话就显示层次 特别的分明 包括这样的 其实它还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你的光源 光源强弱 它物体它本身是否是金属的 或者是陶瓷的 或者什么 它都会呈现不一样的 这样的效果 包括水果 是吧 包括这样的一个陶瓷罐 包括蔬菜 它肯定它的整个质感也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整个光线 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咱们接下来就是看一下 这个作品 这个都是通过黑白灰体积 是吧 把这个塑造起来的 包括这样的话也是 这个是投影 这个是明眼交界线 亮部 眼睛里面它有明眼交界线 投影亮部 对吧 包括这样的 就是很写实的 包括这样的 那它有一个小反光 是吧 这样的 它这个体积感觉 它感觉像一个娃娃鱼 包括这边是吧 像这个山这呈现了投影 包括这个亮部 是吧 它都会有一些 包括这样的是吧 它一定会把人的体积感 画的特别的这个明确 就因为它有光影的关系 通过它的投蝶 是吧 这样的呈现出来 然后包括这样的 是吧 人脸 这样的深一点 就证明圆形吧 就当作转过去了 包括这些小房子 是吧 你看亮面 灰面 它都会有 房顶是最亮的 是吧 这样的都会有一些 所以说咱们 把光影学好了 其实它就可以 很明确的 把这种空间 跟位置关系 就是把它描绘的 比较清楚 好的 那咱们今天的这节课 就到这里 中文字幕 penC